第1164章 齐山叶家 沈燕梅的死在叶西文心中一直是一个心结 当时的她根本无力阻止 甚至连为她报仇也做不到 就像是如耿在侯一般 就成了她的心结 甚至如果在这样子下去 甚至可能会演变成为心魔也不一定 这也成了阻碍她修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这个心结没了 就像是河上的堤坝一下子没了 修为境界一下子有了裂缝 有朝法相境二重天突破的迹象了 稍微休息了一下之后 恢复了一些真缘 叶西文当即踏着顿光迅速离去 无论北山族长有多么的骄横跋扈 但是她毕竟是北山一族的族长 一百个一千个北山灵都没有办法和北山族长相提并论 北山灵死了 最多只能算得上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北山灵在北山一族之中的地位 全部都是来自于北山族长 而没有北山族长的庇佑 她根本连根草都算不上 但是北山族长就不一样了 她是百族联盟之中的王族北山一族的族长 意义重大 别说整个北山一族会震怒 就连百族联盟只怕都要震动了 果然在她离开之后没有多久 大批带着恐怖气息的高手瞬间就赶到了 查一定要给我查出来 他们是怎么死的 一声响亮的咆哮声瞬间传遍了整个天际 而在整个北山一族震怒的关口 叶西文却已经踏上了前往荒谷大陆深处的旅程 这本来多年前就踏上的旅程 但是却一直拖到了现在 才重新踏上征程 一路上 叶西文算是大开了眼界 和真武界相比 荒谷大陆才是真正的繁华之极的世界 尤其是进入了人族的地界深处之后 就更是如此了 随便一个小城市就拥有过千万人口 至于百万左右的城镇更是屡见不鲜 甚至一些大的城市拥有过亿的人口 这在地球上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景象 如果过亿的人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这城市得拥挤成什么样子 但是在这世界里都是非常平常的 即便是在真武界之中 也很少有真正见到这么庞大的城池 连过千万以上的城池 都已经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了 不像是在这荒谷大陆上 随便一个小城市都有过千万的人口 不过叶西文倒是也看出了一些问题来 那就是人太多了 在地球上或许人多还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凡人就是短生种 几十年就是一轮人生 生得快死得也快 但是在荒谷大陆 即便只是一个小孩子 可能也都是身怀武功 能够随手轰断一座山峰 都是真道 乃至于传奇级别的高手 这些人身怀武功 消耗资源最多 但是同样的 也很难死 动辄都是几百年 几千年的寿命 这么久而久之的累计下来 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城市群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不过如此大的基数 也为人族的高手辈出 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基数大了 各种天才就犹如雨后春笋 一般的冒出来了 每年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天才冒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人族至今能够占据 整个荒谷大陆 最为繁华的地方的根本性的因素 整个荒谷大陆奇大无比 无尽海域则是更加的庞大 别看当初叶西文跑了很久 才跑到云星海域的 但是其实相对于 整个无尽海域和荒谷大陆来说 那也不过是近海地区而已 更远的地方 还有许许许多多的海域 也都非常的强横 无论是无尽海域还是整个荒谷大陆 即便是以叶西文现在的速度全力飞行 可能都要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从大陆的一端来到大陆的另外一端 不过好在整个荒谷大陆的各大城池之中 都安插有各种各样的传送阵 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传送地区的 也有一个王朝一个王朝的传送 总而言之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 这个价格也足以让很多武者一次性倾家荡产 因为就连法相境的高手在荒谷大陆都没有办法触碰到和空间有关的一些法则 也就是说 这些法阵都是超越了法相境的高手才能铺设出来的 那些超越了法相境的高手都是一些什么人 任何一个都是足以在荒谷大陆上横行一方的存在 他们等闲都不会轻易出现在一般人的面前 他们一般都是在闭关 以求长生的奥秘 根本就不会随便出现在一般人的面前 那是最接近神明的一批人 那些人才是真正主宰了荒谷大陆的一批人 他们等闲都不会轻易出现 何况是铺设传送阵这样的事情 代价自然也是不非 一般人想要用 那也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起的 所以即便是在荒谷大陆这样的地方之中 一样有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没能离开他所居住的这个城市 当然 他们的城市的范围也远远比起前世地球的城市要庞大的多了 不过这些代价对于叶希文这样身家俱富的人来说 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了 饶是如此 叶希文也足足耗费了上千万的灵精 才终于从陵门城那样人类势力最为边荒的地方 来到了人类世界的中心 奇山 所谓荒谷 是所有宇宙的圆点 是所有卫面的至高点 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陆 几乎在里面可以找到所有种族 也是所有种族的起源 所有想要争霸天下的族群 争霸的舞台 而奇山则是这一片荒谷大陆的最中心得位置 现在也是人类统治的最为核心的地带 传说 那是当年开天辟地的盘谷 大神的脊椎谷倒下 化成的一片连绵无际的山脉 虽然说是山脉 但是其实整个奇山范围非常的广阔 而整个奇山虽然说是山 但是一般来说 人们所说的奇山 那是一片非常广大的地区 奇山主山脉 也仅仅是包含在其中的一部分罢了 叶西文站在奇山边缘的一处林间小道上 手中摩缩着一块巴掌大小 通体碧绿 成圆形 不过是一直左右后搏 在狱的正中央 露刻着一头不知名的凶兽的模样 虽然仅仅只是预客 但是竟然宛如活过来了一般 几乎就能感觉到 好像有一头凶兽 一下子冲进了人的脑海之中 他的身世之谜 似乎终于要揭开了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身世的事情就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结 或者说是他这个身体的前任的一个结 如果没有办法化解这个结的话 他身体的前任主人的那最后一丝怨念 只怕也是没有办法消失的 这对于叶西文以后的修炼也会造成巨大的阻碍 传送阵只能送到祁山的外围 至于在里面 那是不允许传送阵直接传送的 甚至以前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 曾经有敌人直接利用传送阵 杀到祁山中心的 从那以后 通往祁山的传送阵就被彻底关闭 因为同时这里也是人类世界的最中心 来到了祁山之后 叶西文那原本有些急躁的心情 这个时候反而不着急了 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朝圣的心理 开始往里面走去 这段时间 在整个荒谷大陆 虽然叶西文部分的时间 都在传送阵之中度过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世 却也多少开始有些了解 难怪当初叶军山留下的话是 只要拿着这块玉佩到了祁山 就能够解开身世之谜 这并不是虚言 因为祁山叶家的名声太过响亮了 祁山地区三大家族之一 矗立在整个人类世界之中的庞然大物 别说是进了祁山地区了 就算是在祁山之外的诸多地区 叶西文随口问了一下 就知道了 祁山叶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在整个人类世界来说 都有几个庞然大物 矗立在整个人类世界 一万年不倒 什么云星海域之类的 比起叶家 那就根本是楼椅一般的存在 只不过 唯一有所区别的就是 整个叶家太过庞大了 光是族人 就足足有好几亿人之多 这还是直接姓叶的 还没有算那些庞系的 知系的拐着弯的和叶家有瓜葛 有血缘关系的诸多家族了 叶西文只能判断 自己应该是这个祁山叶家的 庞然大物中的一员 但是到底是叶家的宗家 还是分家 却不知道了 就算是宗家之中 也分许多房 而分家 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甚至可以说是 遍布整个荒谷大陆的人类疆域之中 都有叶家分家的存在 天知道是哪一个 唯一的线索 就是他手中的这一块玉佩 这是他唯一能够找到 他所在家族 他父亲叶军山所在的根本 由于没有其他的信息 所以叶西文只能选择 先前往叶家主家 先认祖归宗 然后慢慢查 这种事情 在叶家并不少见 叶家光是族人就有数亿 这还是有名有姓的 更有许多遗落在外的族人 有许多是私生子 或者意外流落在外 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人 前往主家 认祖归宗 然后再次叶家 再次叶家 再次叶家